澎湖一家准备重建的饭店 上个月在拆除的过程当中 被人发现地下室藏有整批的 秦朝冰马俑 饭店人员赶紧出面澄清 说这些都是假的复制品 不过冰马俑在废墟里面的模样 像极了刚刚出土的文物 也引起民众讨论成了拍照热点 双眼炯炯有神 即使身在废墟当中 依然无损冰马俑的气势 但是这里其实是澎湖一家 准备重建的饭店 上个月在拆除的过程中 被人发现地下室竟然藏有 整批冰马俑 难道过去秦朝版图 真的有延伸澎湖吗 这边应该不可能会有 假的吧 可能挖到冰马俑 没碎掉 澎湖出土冰马俑 民众直呼是假的 不过发现这批冰马俑的地点 是在工地里的地下室 某一看还真的像出土文物 犯店人出面澄清 说这些都是假的复制品了 真假的在百事多利地下室 前不是我们不是有摆在 外面那个画布 然后后来那边拆掉 就搬到这边放了 玻璃纤维 澎湖兵马俑重建天日 就有网友彭文笑说 澎湖学报了 这有趣的误会 也意外让工地成为牌照圣地 记者吴欣杰澎湖报导